告别事上紧抱着亲友 曾妈妈强忍情绪 眼泪早已流干 终于溃题再也止不住 家人哭红双眼 怎么也想不到曾信凯的人生 正要起步 却走得这么突然 和妈妈合照笑容腼腆 曾信凯今年才18岁 在家中排行第二 孝顺董事 原本练餐饮科 提早休学 帮忙家里开小吃店 我只想吃两包而已 尝试超辣泡面吃得满头大汗 在朋友眼中他个性好 总是笑声不断 车祸当天才刚拿到驾照 就出了意外 他那天早上还密我 跟我说他考到驾照 然后我还替他开心 当下我认住 就没有办法去接受 因为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真的太突然 曾信凯前一天才交了女朋友 甚至来不及介绍给家人 再多的泪水也换不回这个18岁的天真大男孩 告别是就在母亲节前一天 曾信凯的人生提早划下句点 三零圈章的声音 正海中新闻是报道